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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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失忆的原因 女主无法向小分队提供情报 所以众人就打算渗入弟弟前去调查一番 包括之前那名企图对女主不轨的蓝衣男子也一并被带了下去 并且在通往弟弟的过程中 他们又发现了一名幸存者 只是这名男子同女主一样也失忆了 只能模模糊糊的记起一点事情 然而却并没有什么卵用 后来抵达弟弟之后 众人发现他们竟然被基地里的智能系统给监控了 这是小分队里的程序员决定 先去智能系统的核心地方 把智能系统关闭了再说 因为现在的智能系统已经不受人类的控制了 要说这程序员的技术也是非常的不一般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0-5 瞬间就坑死了四名队友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s that?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re? Kaplan you gotta hurry you gotta help them! Get out! Get out! Aha! What's that? Honda? It's coming back! Shit Got it 不过索性 在牺牲了四名队友之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智能系统的核心地方 此时智能系统小红出来警告大家 这里非常危险 请你们赶紧回到地面上去 可程序员却是对小红刚才杀死他队友的事情怀恨在心 本来要死的他就不顾小红的警告 鸭记一下把小红给关闭了 然而关闭小红之后 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些被智能系统小红封锁的丧尸纷纷逃了出来 不明真香的女汉子 率先被咬了一口 紧接着大批的丧尸接连出现 而众人也终于明白了过来 原来之前那瓶蓝色的液体 是可以使人变成丧尸的病毒 小红发现病毒被打破之后 第一时间就封锁了地下基地 可是现在基地里的门再次被打开了 那些变成丧尸的人自然也就跑了出来 众人边战边退 很快武器的子弹差不多就要用光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打算先从电梯逃跑 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电梯里面竟然有着更多的丧尸在等着他们 他从小分队里的龙套男 毫无疑问的当时就领了合法 而人员就只剩下了女主程序员和女汉子 以及性存者和男一男五人了 五人由于丧尸太多 逃不出去的原因 就只能再去找智能系统小红帮忙 但是小红却表示 现在丧尸已经被放了出来 而你们也有人可能被感染了 所以为了病毒不被扩散到地面上 你们都必须要全部死在这里才行 大家听了小红的话之后都感到很绝望 不过索性 此时程序员还没有死 他威胁小红说 如果你不为我们指条深路的话 我这就把你给破解消除了 小红没有办法 最后建议他们从下水道逃生 然而进入下水道之后 他们这才发现 他们肯定是被小红给坑了 因为下水道里面的丧尸 一点也不比地面上的少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竟然也只能硬着头皮的继续走下去了 不过很快 因为豆腐渣工程的原因 程序员就掉了下去 被丧尸给包围了 但是 没关系 程序员肯定是给导演塞钱的估计 在大批丧尸的包围之下 他竟然不可思议的冲了出来 只不过是和大家走散了而已 只是之前被丧尸给咬了一口的女汉子的情况 却是十分的不容乐观 而且女汉子还说了 我说大姐 你都这样了 你还想着啪啪啪呢 我劝你还是先日条狗冷静一下吧 反正这里的丧尸狗也是挺不少的 逃离到战时安全的地方之后 女主和信存者的记忆也逐渐恢复了过来 他们想起来 三公司在这里研究了两款产品 一种是蓝屏的 可以使人变成丧失的T病毒 一种是绿屏的 可以解毒的抗毒血清 而电影开头的那名小偷就是信存者 他偷走了研究成果 打算到黑市上卖钱 不过且因为智能系统封锁太快 而没有逃出去 至于蓝一南则是前来调查保护伞公司非法研究罪证的人 保护伞公司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医药生化研究企业 而这个地下研究基地就是保护伞公司的根据地之一 现在搞清楚前因后果之后 众人的立场也是为之一变 信存者因为快女主一步抢到了枪 所以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 接着信存者就带着研究成果跑路了 只要走出这里 他就可以卖上一大笔钱 成为高富帅 赢取白富美了 不过他却高兴的太早了 此时基地里由细胞组成的大boss终于闪亮登场 大boss出场之后 二话不说 直接先秒杀了外面的信存者 然后就继续往女主几人所在的地方杀了过来 眼看大家就快玩玩 这时和大家走散的程序员却突然出现救了大家 女主从信存者那里把研究成果拿回来之后 大家就一起逃上了可以通往地面上的车子 女主先是赶紧 为快要变成丧尸的女汉子注射了一管抗毒血清 结果却发现并没有什么卵用 当然 这并不是抗毒血清不管用了 而是女汉子早已中毒太深 根本无药可救了 并且那名大boss也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大boss先是一把抓杀了警察男 然后再一口吞下了程序员 等他动作看起来行云流水 一气合成 异常霸道 霸道非凡 只是轮到女主的时候就变得超级猥琐了起来 大boss见女主生得俊美 竟然恶向胆边生 对女主起了不良的歹意 大boss先是伸出舌头对着女主的眉腿舔了一下 舔完之后 不过瘾甚至还想舔女主的脸蛋 可是女主哪里能愿意 老杰我是你这个丑八怪能够舔的人吗 于是就拿钢管一下刺穿了大boss的舌头 大boss发现不妙之后疼疼想要收回舌头 不过却为时已晚 就这样大boss被车子拉着舌头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被烧成了一团灰烬 而女主和蓝一男则是成功的逃了出来 不过就在女主打算为受伤的蓝一男注射抗毒血清的时候 三公司的人却突然闯了进来 控制住了两人 而当女主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实验床上 已经被人给研究了 至于是怎么研究的 炮哥就不得而知了 把衣服扒了个尖光 四处若隐若现 连毛都露出来了 那你们到底是在研究个毛啊 导演你说你这是几个意思 我是那种人吗 我是来看丧尸片的 你把我三炮当什么人了 最后电影结束 然而看完本片之后我想说的是 《生化危机一》的剧情大多都发生在地下 总体感觉丧失不是太多 不过电影的最后能够看那个毛也算是不错的了 至于第二部的剧情 是女主来到外界之后的事情了 至于外界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期再说 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